台中烏日高鐵站的載客區 出現了火爆場面 昨天下午有兩名計程車司機 因為違規懶客的問題發生了口角 雙方高分被飆罵 嚇壞不少民眾 本景遲到廠商前將雙方隔開 還沒有進一步發生肢體衝突 身穿條紋上野男子 情緒失控大暴走 三句不提髒話 沒想到穿著白襯衫 還可以背心的特別計程車司機 氣不過也開始高分被迴嗆 雙方你來我往 誰也不讓誰 而11號下午4點多 在台中烏日高鐵站一樓載客區 發生這起口角衝突 嚇壞不少乘客 講真的台中高鐵站的 計程車動線真的很糟 台灣機場好像 從來也沒發生過 纜客的問題吧 初不了解疑似是有清越車隊 不滿循環計程車駕駛 涉嫌違規纜客 嚴重影響他們載客的情況 多次出言制止無效 雙方才因此吵了起來 我們這是有標案的 他們沒有標案的啊 這個牌子又不讓我們搬到這邊來 所以我們要照顧一下 照顧一下那邊可能兩方面 好像比較大小聲而已啦 排一般計程車駕駛無奈 出口處一出來的精華位置 專屬特約車隊 而其他計程車的搭車地點必須拐個彎才看得到 因此駕駛才會主動出擊到車站外攬客 那就吵一吵就沒事了 當然就大家和平相處就好 當地駕駛表示其實不常發生衝突 畢竟都是為了生活來打拼 期盼雙方都可以好好溝通 而這回多虧警方第一時間出面制止 將雙方人隔開 整個衝突大約五分鐘結束 沒有再延伸自己衝突 記得連續收看成績的 王金章 台中報報導